直肠癌第三期患者陈小姐因为筛检检查出异样 才发现直肠有肿瘤 经过治疗病情得以控制 就是因为筛检揪出潜藏的身体危机 才能尽早阻断病变的发生或癌症的进展 我是直肠癌第三期 20年了 因为我当初也是前面检查 然后检查出有异样 然后我就马上去毕业 然后做大肠镜 结果我的肠道里只有在直肠三细区 工科的地方有一堆症 然后经过开刀切除以后 化验是第三期 然后我希望鼓励说我们的国人 不要轻敷了这件事 常常我们大便也要看一下 不要一下子就冲走 因为有时候有血丝 就必须马上去做健康 然后治疑力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在一个病友会当志工20年了 所以希望说国人不要因为说我没事做检查 万一有事 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所以我希望鼓励国人 一般的检查他没有清楚 除非你有显示阳性 所以也希望我们有这么好的鼓励 大家要去冲入的利用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早期筛检 所以的确可以找到更早期甚至于是来前病变的一些人员 能够避免晚期而不发生 晚期来这个资料 当然好贵资源到整个人资料就显得有限 甚至于这个辽小能够更加的限定 所以能够早期发生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告诉大家 我们虽然做一个前写检查很简单 但是前写检查阳线代表的利益就不一样 发现阳线了以后 务必不要怎么卸 希望能够起早来卸证 因为我们发现里面来讲 有两个 就一个是西洋 那20个就一个可能就是大方案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乎今天的记者会 来跟大家分享 鼓励大家要符合是否认 如果能够来成交互的拆检 最重要的是 拆检能够保险很好 拆检能够提早 诊犯癌症提早的治疗 癌症早期的发现 治疑率和解释大方案 可以到达9成以上 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机会说 癌症过去真的很可怕 但是如果能够找到早期的癌症 其实是被完全治疑而不用担心的 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肠癌筛检是一个零有效的 能够来这样找去发现这样的癌症 国健署表示 研究证实 每两年定期筛检 可以降低29%晚期大肠癌发生率 与35%死亡率 大肠癌筛检结果有异常 别心存侥幸 务必到医院进一步确认 在我们最新的癌症的记里面 110年 在每年发生的大肠癌的人数 大概将近1万6千多人 再来是死亡的部分 大概也占了6千多人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要关注的是 它的发生年龄 中卫数虽然是67岁 大概是9成像1510岁 所以要请我们各位媒体朋友 也帮我们特别顾虑 大肠癌的一个健康问题 值得大家注意 也特别努力在我们所谓的 高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50岁的智能好友 然后才取得起动 所以这样换算起来 大概是每半12分 就有一人疑犯大肠癌 然后每76分钟 就有一人死于大肠癌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据 就像刚主讲评到的部分 我们看起来 大肠癌上升其实已经趋满 所以目前看到有的波动 甚至在近几年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然后在它的死亡率 也看起来 一定没有这样的一个增加趋势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说 在筛检的部分 已经有一些这个成效了 然后如果以我们最新的 这个去年的整年度 我们也筛检了129万 那相较117年高 那羊椎的这个比率将近这个8成 那也叫之前的提升 那我们希望今年有更多的人 然后来接受 大肠癌筛检的一个这个服务 那再来非常重要的是说 第二有一部分就是说 其实靠这样的一个定期的 分辨前卷检查 有机会你够降低这个晚期发现的 一个比率以及降低这个死亡率 因此一管便知道有没有 透过分辨前卷检查 这样的一个大肠癌筛检 有助于早期的一个发现 因为大部分的癌症 其实它早期并没有特别的症状 那我喜欢说早期筛检 发现那其实重要是怎么要掌握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机会跟时刻 那从国建署的整体监测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 有筛检的人跟没筛检的人 其实效果上不太一样 如果有筛检的话 大部分发现的部分 是这个落胎癌症病例 大概是94% 都有同志所谓的这个 癌症病例 还有早期的部分 那如果是仅算这个 在癌症的分布的话 也可以看到筛检个案 大概将近一半五成多 那它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一些个案 那如果非筛检 它很后期的一个比率相较来讲 就会比较高 在大强来的一个期间分布里面 早期发现确实是这个 我们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存活率 疗效等等 都会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可以看到 零一期的这个5年存活率 那高达到9成 那会随着起点 而有这个地检的一个情况 所以掌握先机 就有机会 我们能够早期发现 很大强的情况 国健署也和中央健康保险署合作 推动全民健康保险 癌症治疗品质改善计划 针对癌症筛检结果异常的个案 主动追踪管理 建立从筛检 追踪到确诊的机制 增加个案存活率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